那么今天的故事来自某论坛一位江西小姐姐的经历分享 详细讲述了其在大学期间 那种被全校人公认最阴森的女生宿舍楼里 遭遇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 哪怕在写这篇帖子的时候 回忆起当初宿舍里的点点滴滴 还是会忍不住的感到记彼发麻 有经历是本期故事故意惊悚 建议胆小的小伙伴先收藏白天再看 那么一样是老规矩 有觉得故事不错的还请大家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步 那么时间回到2017年的7月13号 豆瓣网友哄骗发布了一篇名为 我已经毕业一年了 但我的大学寝室惊悚到让人不敢回忆的帖子 瞬间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围观更甜 楼独说他在四川成都某艺术学校读大学 当然了根据咱们以下讲的故事 有细心的小伙伴其实也不难猜出事哪 楼主居住的寝室是四人间 一进门左右两边是衣柜 高度和床齐平 柜子分上下两层 没人一个 寝室床统一都在上铺 下面是电脑桌和衣柜 再往里走就是小阳台和厕所什么的 这个呀就是楼主寝室的大概布局 楼主说他是江继人 寝室里其他三个妹子 有两个是成都本地的一个是内蒙的 本地的两个妹子每到周末都会回家 而内蒙妹子刚来没多久就处上了男朋友 所以每个周末回家的回家 开房的开房 寝室里也就剩楼主一个人在 话说这楼主刚入学那会儿 和一个大四的学姐关系比较好 学姐每天在学药小广场摆摊卖着小东西 楼主一到晚上就会过去找学姐玩了 有天晚上楼主和学姐聊天 当无意中提到自己住的一栋女生寝室的时候 学姐表情突然僵硬了一下 再次向楼主确认是否真的住一栋 当得到楼主的点头确认以后 学姐则神秘兮兮地告诉她 一栋女生寝室可以说是全学校最阴森的地方 没有之意 话说那栋楼从前就死过一个播音主持席的女生 听说是寝室女孩之间闹矛盾 A把B杀了 然后又是放下前夕 A杀人以后就把B的尸体塞进了衣柜里 之后A像是没事人一样 收拾东西就回家了 直到封寝室的时候 被查寝的人员闻到了一股很重的腐臭管 这才给切发了 那事情传来禅去 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也说不清 但死过人是能肯定的 之后学姐又跟楼主说了两件她身边的朋友 亲身经历的怪事 无一例晚也都是在个一栋寝室楼发生的 学姐说她有个同届的朋友 也是住一栋 但他们寝室在一楼 也就是曾经发生凶杀案那一层 话说某天晚上 寝室四个女生睡下以后 分别都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直到第二天大家醒来以后 七嘴八舌地跟彼此说起自己梦的时候 四个人才猛然发现 他们梦到的情景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梦到了 有一个陌生女孩 在寝室厕所角落里蹲着哭 那么这另一件怪事呢 说是某天下午 三个女生出去外面澡堂洗澡 有一个女生留在寝室没去 所以这三个女孩走的时候 也就没带钥匙 可结果三个女生洗完澡回来 敲门时 敲了好久 却没人用 当几人正准备下楼接钥匙的时候 却突然听见 里面有人反敲了几下门 这时 大家以为是那个女生刚睡醒 在换衣服 于是就等了一会儿 可结果这十分钟过去了 还是没人开门 再敲几下 过了半分钟 里面又有人回敲 这下大家都很生气 以为是留在寝室那个女孩 故意耍人呢 就在门口大声喊她的名字 可结果硬打声 打她们身后传来 原来是刚才留在寝室的女孩 忽然感到肚子饿 下楼去买东西 当大家开门进入寝室以后 也确实发现 寝室里没有其他人在 那么刚才又是谁 从里面敲的门呢 话说听了学姐说的 两件怪事以后 楼主确实感到很毛 但也仅当作一个 校园鬼故事来听而已 并没有放在心上 甚至还在心里取笑着学姐 看着挺漂亮的姑娘 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也直到一个学期 开始了一半以后 这楼主才发觉 这事儿啊 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楼主说 第一个学期的时候 也没发生过 什么特别惊悚的事情 要说奇怪 就是那会儿每当晚上 宿舍里都会莫名地 发出一些 稀稀嗖嗖的响动 根据这个声音的来源 大家确定了 就是门口柜子里发出的 还以为是闹耗子呢 所以说也就没当为事 其实后来想想 那个声音 绝对不是闹耗子 因为楼主他们住五楼 除此之外 所有人也都没发现过任何闹耗子的痕迹 哪怕是一颗耗子屎 都没有 那紧接着就到了第二个学期的第一个周末 那天晚上 寝室女生都不在 就剩楼主一个人 由于之前发生的事情 楼主还是有着小胖 就约了自己同班女生小A 来寝室陪自己 由于当时还是二月份 天气算蛮冷的 楼主和小A两人 都分别躲在被窝里关电脑 大概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小A忽然问楼主 有没有听见有人砸墙的声音 这楼主摘着耳机仔细听 确实是有一种很闷很闷的敲击声 像是那种遥远的地方 有人敲鼓一样的声音 非常有节奏性的 一下一下的敲击 当时楼主还以为是 隔壁或者是楼上 有人在闹着玩呢 于是便安慰小A道 可能是隔壁有人在闹吧 别理他 可结果这小A 却说不对 说他听了很久了 然后用手指着说 声音是从那个地方传出来的 话说小A指的 就是之前那个柜子 发出声响的地方 而声音就是打柜子 和墙壁之间传出来 之后小A又说道 那个地方是死角 柜子和墙壁之间 根本不可能有人进得去 你们这边是这样 隔壁寝室也是这样 怎么可能有人 能在对面寝室的死角 敲你们中间的墙呢 那听到这里 楼主整个人就呆住 紧接着就是背上了一阵发凉 就这么 当晚楼主找了个借口 说是让小A陪着自己 下去买夜宵吃 吃饭的时候 两人又聊了起来 这后来呀 两人是越想越害怕 最后啊 索性也不敢回去了 就只好去了小A寝室 睡了一晚上 这幸好到了第二天晚上 寝室的女生都回来了 楼主把这件事和他们说了以后 他们都一致觉得 是楼主和小A听错了 也都没有放在心上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敲墙声也并没有再出现 这渐渐的 楼主就觉得 可能真的是自比和小A 神经紧张听错了而已 那紧接着 时间就来到了五一假期 由于楼主家离得比较远 再加上路上旅游的人 肯定很多 很挤 所以楼主也就没回家 而刚好 小A也留在了学校 就这么 两人又混到了一块 直到有天 小A的对象 从老家过来找他 当晚 楼主跟人小两口 一起吃了饭 喝了酒 唱了歌 那再接下来的活动 楼主实在是不适合参加了 这才硬了透皮 不得已的一个人回寝室 那或许 真的是酒壮俗人胆 那晚 楼主也并没有感觉他害怕 等回到寝室以后 因为当时天气已经有点热了 这楼主就穿个背心 坐在书桌前 看电影 可结果这翻来翻去 也没找到好看 所以楼主干脆看起了一档 叫做第六度空间的零节目 到现在 楼主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看的是 电动木马白衣人的那一期 这句楼主说 大约是看到节目三分之二的时候 就忽然感到 自个右边肩膀 像是被什么东西拍了一下 当时楼主本来就精神高度紧张 被这么一拍 感觉特别明显 所以当场就啊了一声 跳了起来 一直拍着肩膀往后看 这结果呢 身后是空空如也 啥也没有 随后楼主赶紧把房间 包括阳台厕所的灯都打开了 吓得自己睡也不是 不睡也不是 这直到差不多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楼主实在困得受不了了 便打算去上了厕所之后就睡觉 可结果这一到了厕所 没以推开 楼主就傻眼呢 厕所的灯灭 而且之后楼主也反复试了 灯并没有坏 就是被人把开锅给关了 那话说咱刚才可说了 楼主由于害怕 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 这寝室也只有楼主一个人在 那么厕所的灯 是被谁关掉了 话说那天晚上 这楼主是怎么挺过来的 自己都记不清了 只记得是一直和网友语言聊天 这聊了很久 之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而据楼主说 自打逆吻的实验以后 整个学期也没有再发生过 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其实说到这里啊 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楼主为什么不换寝室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这楼主也给了回复 说是自己本身东西就比较多 再一个换寝室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也从没有过 要换寝室的想法 而整个大二学期 也并没有发生 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 这无非啊 就是鬼啊床啊 什么之类的小事 那真正让楼主感到 恐怖惊悚的事情 是在大三上学期的 期末考试完以后的 当天晚上发生的 话说 那天晚上 这楼主收拾好东西 准备第二天回家 这寝室两个本地女生 已经给家里人接走了 又要放假了 这内蒙古的姑娘 也出去缠棉具了 于是 这楼主一个人 也懒得把电脑拿出来 就寻思着 看会儿电视 话说 这看到差不多 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这楼主便关着电视 准备下床上个厕所 就去睡觉 可结果 这上完厕所出来 楼主发现 这电视机 它还是开着 开始嫩 他以为是自己 记错了 然后就爬上床 再次关电视 而就在电视熄灭以后 这楼主忽然发现 漆黑的显示屏上 除了它的倒影之外 这旁边 还有一颗 人头的样子 这楼主反复强调 它绝对不是眼花 因为床和电视机都特别高 最少两米 没有那么高的东西 可以倒影在电视边 而且自个身旁那东西 是圆的 还有头发垂下来的样子 话说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以后 这楼主下意识地一声尖叫 并马上转身相互看 但在他身后 除了一面墙一碗 什么都没有 而此时 这楼主在床上待着也不是 下去也不敢 就这么靠着墙玩了一夜的手机 这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便迷迷糊糊睡着了 这更可怕的是 在他睡着的时候 还老是听见有人在哭 这哭声呢 算不上凄厉 就是那种小声的抽气声 忽远忽近 事有事无 这更加折磨人的是 楼主曾多次反抗了 想从睡眸中醒来 可不管他怎么挣扎 就是醒不来 这直到走廊里 一声重重的咳噪声响起 才把楼主从梦中拽得出来 这个时候 天色已经微亮 随后 这楼主就赶紧下床 寻思着拿上行李 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结果这下床以后 楼主看到了更加诡异的一幕 只见床下楼主寝室四个女生 一人一个的垃圾桶 全都被反过来 扣在了椅子上 这话说 昨天晚上上床的时候 这垃圾桶 可都在地上放得好好的呀 是谁将它们倒扣在了椅子上呢 显然 这一切 没人能解释得出来 那帖子到这里呢 也就结束了 据楼主说 自己到了大寺的时候 也就出去实习了 就再没在寝室住了 但是说真的 这三年过得 太不隆影 这是楼主的原话